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篮球 关注一下三人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那这项联赛的话呢,将在近期正式开赛 揭幕战将在保定的河北大学体育场进行 那么这项比赛其实也是备受关注的 毕竟这是咱们举办的首届三人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而且中国篮鞋对于这项运动的推动和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在各支球队纷纷将这个报名名单填到中国篮球的官网进行公示之后 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名字 那就是来自于澳门的咱们一支的职业篮球队 同时这支球队也吸纳了这种前CBA的这样一些球员加盟 也被看作是本次比赛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 那这样一支近旅球队的主教练名单里面 我们发现了季祥的名字 那相信这个名字的话可能对于很多CBA 或者是中国篮球的球迷来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那如果提起他的父亲的话 相信大家是二叔龙祥 尤其是很多山东的球迷 那他的父亲就是季米尚 那也是中国篮篮历史上一个比较有名的中风 当然了相对于在中国篮团的历史上 在山东篮团历史上 他所留下的这种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加的让人印象深刻 当年他跟这个龚小斌一起 也是山东南篮在内线最为核心的两大人物 绰号老黄牛 那么季祥就是季米尚的儿子 但是说实话 季祥并没有能够继承自己父亲这种优秀的基因 无论是身高体重臂展 这方面他都显得非常的平常 私之后卫的季祥 并没有能够在职业篮球赛场上打出太多的名堂 那么在三年前他参加了这个CBA的选秀最终 大家认为他有可能会被山东队给选中 毕竟他的父亲就是山东队的篮球民宿 那么可能留在山东队对他的培养会更好一点 结果广东队结束先登 朱芳宇是提前摘取了季祥 让他来到了广东南篮 但是在整个赛季当中 季祥总共出场7次 仅仅得到4分 这也是他在CBA职业生涯当中仅有的4分 那么虽然跟随广东南篮 拿到了一枚总冠军 也获得了总冠军的戒指 但是以他的实力来看的话 并不足以立足于CBA的赛场之上 所以说从广东队离开之后 季祥是回到了山东青年队 但是在那里也没有能够打出来 结果在20岁的年纪 季祥就早早的宣布了退役 并且在父亲的安排之下 来到了山东青年队进行一个执教 开启了自己的职业教练的生涯 那如今看来他的教练生涯做的还是不错的 重新来到了这个澳门的职业篮球队 帮助这支球队去冲击 三人篮球联赛的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就像咱们在这个屏幕前打出的一样 那季祥的名头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 以22岁的年纪 就能够担任一支球队的主教练 这个还是多多少少人有些吃惊的 不过在这里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端 你在主教练这一篮里边 咱们看到澳门这支球队的主教练 是有三个人的 那一支球队不可能有三名主教练 所以说这其中肯定有其他的安排 我估计季祥其实应该还是一名助理教练 那么在场上行驶的这种决定权来看的话 肯定不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毕竟还是太过于年轻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也希望没有能够继承机敏上 在球场上财富和财华和天赋的迹象 能够在这个教练这个岗位上 获得一些新的突破 那就是有三个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